甘肃京县神奇算命村 全村六百多人全靠一本天书养家糊口 个个都精通占卜之术 最神奇的是外人一进村就会迷路 那么这个神奇算命村究竟有何来历 代代相传的天书上 到底记撒了什么内容 他们的占卜之术真有那么神乎其什么 这个村子里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在甘肃永登县有一个村子 一向以神秘著称 这个村子就是薛霞湾 不过奇怪的是村子虽然以薛姓命名 但是全村六百多口人 却找不出一个性薛的 并且这个薛霞湾处于山脚下 从高处往下看并没有什么不同 就是一副普通的西北小村的样子 可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 却足足容纳了六百多的人口 让人不得不惊叹于村子的构造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让人不解 那就是在薛霞湾的方圆几里内 几乎看不到农作物的影子 要知道甘肃可是我国西部的农业大省 村民们一般已是靠重地卫生 像薛霞湾这种情况着实不多见 那么他们到底是以什么谋生的呢 难不成村里的家家户户都有别的产业 可是从外面来看 他们个个都关紧门窗 路上也只有寥寥几人 村民们都去哪里了呢 其实一说起薛霞湾周围的村民都神神秘秘的 原来他们村最出名的就是算卦 村里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精通占卜之术 据说他们算得特别精准 甭管是求死的算姻缘的都能得到结果 凡是来到薛霞湾算过命的 还真没有不满意的 不过对于这占卜的手艺 村民们都捂得严严实实的 甚至为了防止泄露这傍身之计 薛霞湾压根就不与外族通婚 都是傅传子婆传媳代代传承下来 并且他们在占卜时所使用的语言也很特殊 只有薛霞湾的村民会说 并没有编算成色的书籍参考 只靠代代之间的口耳相传流传下来 本来薛霞湾只是在当地有名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这个神秘的算命村 逐渐被更多的人知晓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还有记者为了探寻其中的秘密 千里迢迢来到了薛霞湾 没想到刚一进村记者就感到了不同寻常 这个村子的布局充满了神秘的气息 村子虽然不大 但是屋子却都整齐化一 就连每家的厕所都一致建在屋外 整个村子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样 要是没有本地人带路的话 估计一进去就会迷失方向 不过诡异的是只要走出这个村子 方向感立即就回归了 这一位薛霞湾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记者在和村民们简单交流之后 发现他们这对男女的称呼 也与外界不同 男人被叫做卦先生 女人则被称为蛮婆子 村民们还给记者介绍说 他们村里有一个最出名的蛮婆子 就是郭光英 不管是谁只要跟他随便聊几句 郭光英就能准确地说出来人的基本信息 记者虽然不太相信 但还是想见识一下这位蛮婆子的厉害 于是就跟着村民走来到了郭光英的家 记者在见到郭光英后 并没有表明身份 而是装作一个前来算命的人 没想到三言两语之间 甘肃经建神奇算命村 全村六百多人各个都精通占卜之术 最神奇的是外人一进村就会迷路 那么这个神奇算命村究竟有何来历 代代相传的天书上 到底记散了什么内容 他们的占卜之术真有那么神乎气什么 这个村子里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郭光英就把记者的信息说了出来 还准确地道出了记者的来意 这可把记者给惊呆了 看来这郭光英不愧是村里最厉害的蛮婆子 不过他这如此精湛的占卜之术 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郭光英告诉记者 他今年已经76岁了 从自己记事开始母亲就手把手地教他了 后来结了婚就开始给人算命 如今已经有五十多个年头了 至于他们村的算命绝技是从哪来的 郭光英表示 他们村里有一本天书 这本天书一概不外传 而且来历也非常神秘 据说当时他们的祖先在外游历 这本天书突然从天而降落在了他面前 祖先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奥妙 于是就带回家在祖礼时代流传 不过郭光英后来也告诉记者 他们村里结婚的人每三年就要出一次远门 否则就会给自己招来厄运天火烧身 事情真有传说中那么诡异吗 记者一听到天书顿时就来劲了 希望郭光英能让他看一看 对此郭光英倒是很痛快地答应了 这让记者很是感到意外 郭光英解释他们不外传是 害怕外面的同行学会 这本天书就算让记者看了几天 他都不一定能看出什么门道来 不过村里的天书 在神算子刘先生的手中 说起这位刘先生 郭光英对其非常佩服 直言他当得起神算子这个名头 据说当年有个男人成婚多年 一直没有孩子 试了不少方法都没效果 于是就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 前来算命 没想到刘先生掐指一算 这个男子第二年就添了一个大胖儿子 他们家人对刘先生是感谢不已 从郭光英口中听了些神算子的事迹后 记者就在村迷们的带领下 来到刘先生家中 刘先生表示 要看天书需要进行请书仪式 否则所算的卦象就会失效 记者本以为自己能见识到神秘的仪式 没想到刘先生只对着祖先拜了拜 这请书仪式就完成了 记者小心翼地打开这本被传的神乎七神的书 结果刚翻了解心里就有了谱 这本天书并没有那么玄乎 上面记载的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内容 而是一些常规的算卦手法和卦象 除此之外 上面的文字使用的也是汉字 就算是记者也能认得七七八八 但这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就搞不懂了 对此刘先生表示 他们的祖先是吉普赛人 后来才因为种种原因 在这里定了区 不过记者却觉得薛家湾的村民 虽然从生活习惯上与吉普赛人相似 但是从他们的长相上来看 完全就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至于那些奇怪的文字 记者也了解到 原来薛家湾有两套语言体系 一种就是当地的方言 另一种则是他们自创的少剧 只有同村的人能听得懂 他们还依次书写占卜书籍 不过为了弄清楚薛家湾的来历 甘肃京县神奇算命村 全村六百多人各个都精通占卜之术 那么这个神奇算命村究竟有何来历 代代相传的天书上 到底记载了什么内容 他们的占卜之术真有那么神呼吸什么 这个村子里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记者找到了专家来解惑 专家查阅了不少资料和当地的限制 最后推测出薛家湾 应该和晚晴时期的农民武装有关 当时他们被清军镇压 为了逃命来到了薛家湾隐区 至于为啥全村都靠钻挂为生 刘先生表示这是祖传的手艺 当时在逃难的人群中 有几个算命先生 在看到薛家湾这里耕地上 完全养不起他们这些人时 就又拾起了老本行靠算命正点家用 所以刘先生这些人 并不想轻易断了这份传承 至此算命村的秘密终于水落石出 在2013年的时候 薛家湾还申请了非议保护 如今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旅游景点了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